大概在中国建立这种医疗保险制度的时候 其实就规定了 就是单位出一部分 个人出一部分 但是这个钱放到个人门诊 放在个人账户上 它是可以继承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它就是一个私人财产 其次现在的政策改变以后 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老百姓 其实账上的资金就少了 比如说每个月260.93元 打到账户上 但是现在多少钱呢 83元 那么这接近180多元就没了 就共计了 那么你 并且就是说你还有一个起伏线 就是说你如果超过了83元 你就需要到医院去 这样老百姓很不方便 本来他有这个钱 他就可以到药店里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呢 反复折腾 在职职工是700元标准 你达到了 资上你才能够报 资下了退休职工 退休职工是700元 土东职工是500元 所以整个来说就是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也违反了中国的这种民法典 因为你无单的把个人财产进行共计 就像共同富裕一样的 那么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同时你是否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问题 是否进行过认证 经过了什么样的法律程序 最终是否听取了老百姓的意见 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的推 那么当然就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武汉的民众是万能上街 其实还是非常女性的 他们先是跟政府沟通 打电话反复 但是官员说了解决不了 因为是中央的 老百姓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们能多了 可能就可以解决了 那这样了当然了 我想这个官员肯心里 是不是他老爸在疫情期间也走了 老妈也走了 所以也有一团火 至于说武汉能为什么 对这种封控 对这种疫情特别的愤怒 我等一下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分析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个事件 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如果政府不退 2月15号将有大规模 会甚至有百万人的上街 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还会引起全国的 这种抗疫的风潮 因为它不是针对武汉市的 是针对整个中国的 所以这个事 目前来说还没有终结